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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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残酷了 但是小宋的粉丝还是要感谢藤哥们 这是舞台上第一次看见师生的小宋 我要求坏人 我要求坏人 我是请让小彤念一遍 行不行 对啊 小彤念 行 行 行 小彤开始新闻不按机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面临毕业找工作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行行出状元 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 行一行 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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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干哪行都行 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行行不行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 要想行行行 首先一行行 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行成内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说我说的行不行 小彤绝对是被演戏耽误的主持人 爸 小彤 厉害 厉害 她不是念的问题 她是知道那些词 她在理解 所以沈腾这是个脑子问题 真的 你以为这水哪来的 这是我脑子里的水 一小部分抽出来的 沈腾 你还有脸坐那 让我早都端得住 你到后面喝水去了 这是个基本理解力的问题 你让小彤去念吧 让沈腾坐那吧 小彤 腾哥 呼唤位置 小彤再来一轮 交换一下 我们提前庆祝一下吧 别别别 小彤没问题 新闻波音机 3 2 1 开始 一个叫毕正业的小伙 这几天可是烦透了心 起因是正要毕业的 毕正业找工作 需要学校开具毕业证明 开具毕业证明 必须要毕业证的单位 先开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开具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才能开毕业证 毕正业找到校长 正业必开毕业证明 校长正业必称 毕正业正毕业 能开具毕业证明 最终毕正业得到毕业证明 开心的用手笔的证明 开心的用手笔的证明 真的 我觉得小彤必须是识人 真的觉得小彤太好了 她的那个语言素质和头脑太合适了 她把所有的词都分段都分好了 特别清晰 不是小彤 你演什么戏啊 你去一聘修联播啊 小彤 小彤 小彤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和王凡家族解约 他们真的把你害了 真的 你在这儿太被埋没了 我在自保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题最难的题 两队各选一个觉得 最能代表本队实力的人 关小彤啊 我们这边小彤 杨兰 杨兰 这边杨兰老师 首先是杨兰老师 先看看你的题目 这一段怎么编的你们 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新闻里面的地名 都是真实存在的 播音音员主持人 会突然拿到这样的稿子 难度是非常大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突然喜欢康辉 老不知道为什么 好 杨兰老师 新闻波音机 挑战开始 今日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席来名为 妞妞妞妞六的寒流 将会经过 纳然瑟布斯台 音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 岩诺尔 推饶木音 乌兰陶勒盖 然后将清洗我国 克兹勒苏克尔 克兹自治州 阿图石市 阿扎克乡 尤库日一 史卡齐村 除此之外 查布 查尔西伯自治县 村扎 骑牛路 切吉布拉克村 降温也十分明显 请大家适当分选一物 预防感冒 太棒了 接下来王牌家族 也是这段吗 换段了 这是什么呀这是 妈呀 在江苏渔台 渔台 渔台 虚仪 以为名叫南南是吗 南南那个字 这个呢 戴帽 是吗 我都不认识 一个叫女女的 什么 毛毛老人 那帽迪 就是八十岁叫帽迪 虚仪 赤处之石 那是什么意思 四 赤处就是 十走十停的那意思 一 试试吧 小冬试试吧 这题确实非常难 来 三二一开始 近日在江苏 须仪一位名叫南南的 帽迪老人 在冥蒙的湖边 赤处之石 发现一只戴帽 有人猜测 是海中大敖的后代 也有人说 这是亡两赤妹的一种 更有甚者说 这是 是鸟铁的后裔 一位姓便的男子 基于戴帽的价值 想将其捕获 不料戴帽 料绝子 弄伤便某 靠布 伤口足有一眨宽 专家希望大家不要冒着身陷 灵欲的风险去捕捉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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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生辟字 小童 小童 我发现你这特别大的优点 啥呀 你现在就是主持的功力 在我心里相当于画画的 唱歌的三分之一了都 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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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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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只管等在眼前 生美走到台前 男人们快手去 带生你的困境 爱情并不简单 需要超正方块 恋爱套路后边 别丢脸 爱能生活不见 你却视而不见 热爱与动比我 更能吸引你的视线 咖啡店的包包 住在2013 你对我的了解 太甜蜜 别再说 别再试试 直到逃产街 怎么都说的没错 你也能独当 因为与你抗抗 我需要钱包 便不提重 便请掌控我人生 听好了姐姐 就是你妄想 归归闹闹闹闹闹闹 不出示弱情愿 别当我是圣贤 直言若不对 先走远点 满满满 这一切心情 是只能勉强 赶不通 就并能挑着 也连舒服 与时速都知都有 就算是大风大浪 依然坚强勇敢向前冲 一人能保持轻松 自由飞舞 让普通随空 没办法 每人都是情敌 却挖飞不上天空 姐妹们 并非痛苦伤 还不要 不断冰重 要相信 快乐自己 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我都要快要来 前男前阻 站在眼前四位中 要来前男前阻 站在眼前四位中 感谢四位的精彩表演 马上进入下一关 超稳温云谈 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 这轮啊 炒烟的还是大家的 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啊 这轮我们的潘理事长 又加入到了我们的 这个游戏环节当中 这轮游戏的规则 两队各派一个人出战 轮流向对方提问 规定时间内 答出三个答案 如果说超时 就要领水了 我们现场后面 有十五个水桶 里面的五个是有水的 游戏过程当中 王牌女郎沸沸 也借用Vivo 蔡斯 联合研发的 X60系列手机 随时抓拍 记录游戏的精彩瞬间 每一组正式开始之前 还会有一个小的热身互动 互相提问 对方必须反话来回答 第一组 腾哥 卑鄙 请 下面进入 在线教育品牌 高途课堂 脑力PK时刻 如果甲林姐和 玛丽掉水里 你会先救谁 你别分了 反话可以 请给出你的答案 先救甲林吧 终于是我了 到时候把这个反话环节 给剪掉 那你觉得我跟杨幂 谁好看 五 一个比一个难看 但是一定要选一个 三 你 反话啊 反话啊 杨幂 杨幂太漂亮了 杨幂只要一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太美了 但就是不服人下台阶 下一轮 花花和蒋新 你认为 有多少观众看王牌是为了你呢 好狠啊 哎呀 这个 那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我 都是冲着 沈腾跟贾琳去的 就连假话都不提小同一嘴吗 对不起了妹妹 我们家族就这样 习惯了 习惯了 请问蒋新老师 您跟王子文的关系怎么样 王子文来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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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 子文不接受她的拥抱 不接受 接下来要对阵的双方是 两位小头 小头 对小头 你觉得你是顶流吗 我真是糊得一塌糊涂呀 又没细拍也上不了热搜 还被华华嫌弃 还气着 那你觉得三十而已和二十不惑 哪个好看呀 看 这个有点好 你不用管我跟她是什么关系 你只要知道我对你是真的就行了 你记住 是我甩的你 小头 为你那惹事生非的弟弟充分散政不嫌难 唯独回家倒我们这儿 最好一滩死水 凭什么呀 你说 你都站我跟前了 那肯定是二十不惑 太好看了 收拾都比我们三十而已高好多 小头跟我一样爱自取其辱 下一轮要面对面的是小颂和大盘 你猜我们俩差几岁啊 差几轮 开始提问 挨个儿评价一下王牌家族的综艺感 王牌家族很团结 第一句反话就说出了我们的团魂 完了完了爆料了 腾哥 太不好笑了 老师说一些烂梗 这是实话 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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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林姐呢就是 怕踩到哪个雷了 稍微避一避 林姐就是也太不好笑了 根本配不上刘德华老师 花花哥 一到高音就破 对 人也不爱摆造型 是 然后也没才华 发歌也发得太快了 这个在点上 还有点称怪啊 小童姐的就是 根本没有这个人 小童是谁 跳舞套不好 然后学动作特别慢 你怎么着 然后 不爱吃 管得住嘴 我甚至认为可以了 那就开始正式回答三个问题的那个 谁回答不出来 就要去拉水桶 好 作为时代少年团第八个成员 请说出另外几个的名字 说三个 说三个 完了 完了 小孙 小张 小吴 选个桶吧 宋张吴 吴 全名四 三 你连宋雅宣都说不出来了吗 第一个问题 时代少年团 对不起 一号二号没有水 你怎么知道 他晃悠了 你怎么知道 他晃悠了 张鑫挖的坑啊 张鑫 我都是信了你的话 唐哥 现在一号没水了 能不能这把搬回来啊 我这个少女第二个 第二个 应堂少女 请你说出 应堂少女 三块糖的名字 三块糖是什么 杨超越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吴 应堂少女 应堂少女三零三 谢西琳娜一动 邀请 你和杨超越 你没说吴倩怜你 几号啊 几号啊 你九号 拿住啊 三 二 小心啊 一 来 很辛苦啊 啊 漂亮 给我的妈呀 啊 漂亮 先拿藤哥了这个 反诈工作 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让我们织就一张 反诈骗的网 让诈骗无机可乘 创造一片净土 那最后呢 有请谭松韵 带来舞蹈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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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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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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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